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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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遊行的終點是勞動部 因為勞動部是我們說移工事務的主管機關 台灣引進移工已經30多年了 所有的管理成本 都藉由仲介制度轉嫁給移工 所有的工作機會 都由私人仲介來壟斷 移工從來台前到來台後 要不斷不斷不斷的 被仲介索取各種合法的 違法的費用 起來 違法 你不要再裝罪了 現在你可能氣球 起來 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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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看到我們的政府 他已經做起來了 今天大家努力有一點點成果 他把眼罩拿起來了 可以看到他長的就是很像政府 是不是 我們想先請問我們的政府 目前在台灣有75萬的外企勞工 有25萬將近的家庭康工 沒有勞動條件保障 請問我們的政府 你有沒有處理 外企勞工的勞動條件保障 你有沒有讓他們有家事服務法的保障 沒有 第二到我們的訴求 我們前一期的流行的訴求是 我們的外企勞工不得自由轉換雇主 這二十多三十一年來 外企勞工沒有辦法自由的選擇工作 也沒有辦法自由轉換雇主 造成非常多的勞資侵權的問題 請問我們的政府 你有看到這個問題 有那麼多在台灣失業的工人 找不到工作 沒有辦法自由轉換 你有沒有解決自由轉換的問題 沒有 他說沒有 他在揮手 來再打他 第三個事情 我們的幾大訴求 裡面有一個叫做 取消外籍勞工的聘僱年限 還有他們在台灣 二十幾歲來台灣 十多年奉獻給台灣 沒有任何的公民的權利 你要不要 取消聘僱年限 讓在台灣工作 十多年的外籍勞工 他二十歲 他三十五歲 就留在台灣 要不要 讓他們有基本的公民權利 他還是說不要 沒有 請問 請問 一天遊行的最大的訴求就是廢除私人仲介 政府應該要擔起整個聘僱過程 政府應該擔起的責任 最主要的問題是政府也在享受仲介對他的服務 因為只要有仲介政府的兩手一攤 什麼都不用做 所有事情就要仲介去做 但是這個錢是誰付的 是我們外籍勞工來台灣15到25 20萬的仲介費 這個問題在30多年來 其實他非常的清楚 我們來問他要不要拼扎起 你的政府的拼負責任讓仲介滾蛋 不要 他說不要 來打他 起來 打他 起來 打他 打他 根本上的問題是 勞動部根本沒有拿出任何有效的公共媒合機制 來協助移工脫離仲介的控制 打破仲介 對移工就業市場的壟斷 所以我們覺得 勞動部根本就是裝睡的人叫不醒 你們今天我們今天從執拼中心一路來到勞動部 非常遠非常辛苦 可是帶怎麼來我們都不能放棄 因為仲介制度壓在移工的身上 我們不反抗就沒辦法改變我們的處境 但是我們就還是要不要拼在旁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